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 外食便当不够看 有一位年轻妈妈 她使用蔬果食材 成功让孩子带蔬食便当到学校 有一种蔬菜 东方人喜欢熟食烹调 西方人则喜欢拿来生吃食用 四季零食告诉你 属于这个季节的美丽蔬菜 爱护动物和吃蔬食 两者看似不同的事情 却有着息息相关的概念 动物平权促进会举办了一场亲子体验营 让孩子了解吃蔬食爱动物的小知识 由婚食慢慢转向全蔬食的饮食 通常需要经过一段磨合期 年轻的蔬食妈妈告诉你 她的食书旅程 从婚食变蔬食 您是否觉得有些不适应 今天的主角简玉贤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 所以她的舒适时光总是断断续续 但她最后找到了一个方法 不仅让她爱上舒适 同时也让她的孩子们跟她一起经历了一段很棒的舒适经验 那因为我以前在南非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慈青 那就已经有接触到一些伤人的法 然后也都觉得非常的喜欢 那刚出社会那个时候吃素 当然也是就是金正师傅跟我们有说 就说其实我们吃这些吃荤的话 其实就是肚子里把它当作坟墓 那我们其实就吃了很多的森林 然后在我们肚子里 那这些肚子我们变成一个埋葬场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对啊 这样讲讲还蛮有道理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不吃肉了 可是那时候只有维持一年 因为那时候不是很会吃 也吃得很随便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年轻时加入慈青 让简玉贤对动物升起了怜悯之心 也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 她决定慢慢练习吃蔬食 一公斤的牛肉 它其实可以喂养一百个人 我就觉得说其实肉类 它真的是蛮消耗地球的粮食 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说 那我就先不要吃狮子角的动物 那就先从猪肉开始就不吃 那我牛肉白就不吃嘛 然后羊肉白也就不吃 就后来只吃白肉 就是吃鸡肉和鱼肉 然后我后来就接到鸡肉 然后后来到了311大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的辐射啊 都已经就是流到海洋里面去 那时候我和先生都觉得说 好像一人到了 就连海鲜都不要吃 因为第一个也是为了健康 所以后来就变成 这些肉都不用吃了 一步步改变习惯 从婚食转为蔬食爱好者 但是有着一双儿女的她 平常对孩子的饮食观 又是如何看待呢 其实我家小朋友 他们还蛮乖的 就是他们不太挑嘴 那都是我准备什么 他们就吃什么 那所以他们其实对蔬菜的 接受度非常的高 因为可能在家里 平常也就没有接触婚食 所以他们其实都不会 特别吵着说要去吃婚食 那只要我准备了任何的食物 他们都是可以吃光光 所以我没有完全禁止他们吃婚食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以后长大 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但是我会给他们这样的概念 那他们以后 他们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可是至少我在他们心里面 中了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要顺利生长 也需要灌溉和方法 但因为简玉贤在这一段食蔬的旅程 有着满满的收获 所以她也希望她孩子们 也能体会蔬食的感动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常常就是你借由慢慢的慢慢的 增加自己蔬食的分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内心的慈悲心是在成长 然后你心里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那我觉得是说 这是吃蔬食里面最大的收获 在日本有一个特别的文化 流行手做便当给家人 而且常常在便当上制作图形花样 让吃的人可以会心一笑 简玉贤她又如何学习日本的精神 做便当给孩子呢 从随便吃到吃出心得 简玉贤为了培养孩子爱上蔬食 她决定亲手替孩子制作一个 人见人爱的蔬食便当 我女儿上小学 那我一开始是帮她订学校的营养午餐 学校营养午餐是没有素食 那个时候啦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自己煮 虽然我那时候才刚下厨 大概几个月而已 硬着头皮就是帮她做便当 那可是做便当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饭白白的 看起来蛮朴素 蛮无聊的 所以就开始就是玩一点花样 就把她第一个便当 做了一个笑脸放在她的饭上面 她就很开心啊 就很喜欢 然后就开始我每一个便当 就是开始有做 就是很多花样这样 然后小孩都接受度蛮高的 卡通的蔬食便当看似很难 其实做法很简单 只要运用小巧思 就能让孩子开心一整天 而且简易贤越做越上手 还在脸书上创了一个 蔬食便当的粉丝专业 那我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其实大地给 我们人类的食物是非常非常丰盛 因为光蔬菜它就有非常多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的红椒 或是黄色玉米啊 让食材色彩比较丰富 小朋友第一个看了喜欢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是把握五行原则嘛 我比较多是配合食物 或是有时候我有一些想法 想要让小孩知道 这样子我就会 就是坐在便当里面 然后跟他们讲这便当的含义 刚好学校也鼓励家长 能帮孩子带便当 所以简易贤也趁这个机会 替孩子的便当添了一些小魔法 那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表现妈妈的爱心 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促进亲子的一个互动 这个情感呢 应该会更加温 那第三个就现在 那个食安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妈妈呢 自己煮的 自己带的便当 一定是干净 安全又卫生的 妈妈忘记了 不会不会 他来了 你先到他教室里面去 好 来 起来 你先去了 来 起来 来 走 去教室里面 来自妈妈的爱心蔬食便当 不仅吃得安心 也能够让孩子们期待 今天便当又说了哪些故事 今天是做什么三 三恶拔合 真的啊 为什么妈妈要做三恶拔合 给你看 我不知道啊 你刚刚为什么都不吃 想不到吃 为什么 因为太可爱了 我觉得拔合这个是 我想要宣达是说 三恶拔合哪一边会赢 那有些人说三啊 有些人说二啊 然后可是我会 我听上的是说 只要人多的那一边就会赢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深深吸引我 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站在善的那一方 那当然这个社会上就会很想和啊 如果让孩子他们心里从小就种一颗善的种子 那这就是我能给他们最好的资产 亲子蔬食便当打破了人们对蔬食的定义 让蔬果材料化身创意大使 这个呢也是检浴贤经营蔬食网站的一大动力哦 一开始就是好玩 然后又觉得很好奇那个成立粉丝专业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就成立一个粉丝专业 就是每周会做一次造型便当 然后就把每一周的造型便当就是放上网 然后就得到朋友很多的回乡 那开始我就会接着把一些照片的上面的文字 然后就是做一些简单叙述 那我可能比如说中秋节我就做一个 月亮里面有嫦娥啊 或者说双子节会做国庆日的啊 或是圣诞节啊 或是跨年啊 我会做101有烟火这样子 然后觉得说其实这个还蛮复合节庆 就很像以前有节庆的时候 我不是会送卡片吗 或寄电子贺卡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像我自己版本的一种 电子贺卡 然后我会就喜欢就是分享这些可爱的东西 给朋友 然后或者说就是那种 比较让人快乐的感觉 然后就希望就是可以传递给大家这样子 可爱又缤纷的造型蔬食便当 不仅孩子喜欢 就连广大的网友都被掳获 监狱贤的粉丝专业经营得又声又色 也让它成为抒发理想的绝佳平台 那我的粉丝专业 它的名字叫做可树野口爱 因为我觉得说可树 那个树啊就代表说其实是可以树食的 也口爱就代表说你的嘴巴口其实是可以很爱它的 对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是可以用可爱一点的方式 让大家去接受的话 或者说让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树食也可以很美好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这个粉丝专业就是最大的一个意义在 传递书时也传递正面能量 监狱贤的粉专业里处处可见她的用心 我的封面是有两只小熊 然后他们各拿了一个爱心 然后爱心上面有写字 那因为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啊 然后台湾有选出一个代表字叫做贾 对台湾人民来讲其实应该看到这个代表字 应该都会觉得蛮痛心的吧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彼此之间可以真诚一代 所以我就做一个两只小熊 然后上面拿爱心上面写2014 然后是爱 因为我希望2014的代表字最后会选出的是爱 每一个蔬食便当的背后都有着它的意义 而顶月率最高的便当却是这一个看见台湾的便当 因为这部电影我本身是非常喜欢 我就进电影院看了两次 然后做完这个便当 然后我就放到他们的那个粉丝专业去 那他们的那个粉丝专业就帮我转发这个便当 然后我觉得蛮受鼓励 因为这个便当有三千多个赞 然后有好几百个转发 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让大家因为这个便当 就想到一些我可以付出什么的这个念头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我做便当的意义 在桃园龙潭有一家有机农场 更做的方式很特别哦 农场主人栽种一种植物 不仅可以当作季节性的美丽风情 又可以供给土壤当作绿肥 让蔬菜无毒生长 究竟是什么植物呢 桃园龙潭的高原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农村 但这几年来高原村逐渐转型 成为一个友善土地的有机农场聚落 早期农坛在这边其实我们算是查区啊 那因为北部地区几乎都是红土土壤嘛 那它的铁值比较高 然后但是它也呈微酸性 那有机值偏比较少 虽然红土有很好的透气度 但因为土壤的微酸特性 不利于作物耕作 所以高原村的有机农夫吴贵胜 用了一个很好的点子 我们在这周边有这个做香油麻油的工厂 他们做完了之后 那些芝麻渣对他们来说是废弃物 可是但是对我们有机的农业来说 它却是很好的堆肥的淡树的来源 周边芒草啦木草啦 一些草在跟这些芝麻渣 按照一定的比例之后下去翻队 这样子持续大概一年多以后 里面也会有蛮多的微生物菌 菜就会长得漂亮 不浪费榨油的原料 物尽其用回归大地 让地下生意盎然 另外吴大哥外面的菜园 还种土地而言 既美观又营养的养土方式 那要是外场的话 我们就会撒上这个百日草啦 那之前有撒波斯菊或者是向日葵 当它花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翻根到土壤里面去 本身都有些纤维质的东西 成为我们里面的有机介质的时候 我们在种不管是高丽菜啦 或是青花菜 那它根系要往外扩张的时候 相对它就比较松软 比较成长的会比较好 明了强壮土壤的养成过程后 今天的主角蜗具就要登场咯 像我们园子里面会种的蜗具 大致上有这个福山蜗具 罗曼蜗具 蜗具的话它适合的天气 其实是在秋冬的时候 所以吃起来一定会特别脆 特别甜 像我们种的这几种是属于半包型的 它会这样有一点包起来 像一个球一样 这时候的蜗具 它的肉质比较厚比较脆 蜗具富含蛋白质 维他命C和铁 在西方大多拿来生食 东方则习惯热炒 吃起来健康满满 其实蜗具的生长 必须注意气候的变化 天气不对的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旋转扭 这样子要开花的样子 天气就可能太热 不适合它 那你要是有在旋转 在扭的时候 这时候它蜗具就会 肉就比较薄 吃起来也会有淡淡的苦味 您知道蜗具 在哪一个季节特别好吃吗 今天农场主人将介绍 有机蜗具的料理方式 让大家可以吃进 蜗具生食和熟食的好味道 如何料理让家人都喜欢吃 小孩也爱吃 然后大人也可以接受 这样子 像譬如这一颗的话 那当然是外围的肉 是稍微比较厚 然后比较脆 那汆烫的话就更简单了 一样也是外围 比较脆绿的部分 然后洗干净 切一切 然后水滚 有些人问说 为什么我煮的菜 就是颜色没办法很翠绿 那是因为水不够滚 那量和滚度都够的话 你放上去汆烫 起来之后呢 在水里面再放一点点盐巴 一起汆烫 汆烫好 然后再淋上亚麻仁油 或者是冷压的橄榄油 这样子就很健康 简单的清烫就能吃出莫菊原味 但有时候莫菊科的蔬菜 会带点微苦味 苏儿姐接下来告诉我们 怎么料理孩子们最喜欢呢 然后外围剥下来之后呢 然后切细细的 切细细的 跟蛋 然后跟饭一起炒 主要会这样子是因为说 莫菊 在以这个福山莫菊来讲 是苦味是比较没有 但如果说今天是苦菊菊的话 它也属于同科 那苦的话一般人不能接受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这苦味消掉的话 就要跟蛋结合 跟蛋结合之后呢 小朋友就可以接受 而且可以吃到这个营养 蛋香与爽口的莫菊 融合在米饭中坚固营养和美味 但这些都只是一般热炒的吃法 今天苏儿姐要公开自家的野餐 不可缺少的料理 莫菊手卷 让你吃莫菊也能够吃出鲜脆 那手卷就是用里面 这整颗里面比较翠绿的部分 翠绿的部分呢 它口感比较好 也没有苦味 然后结合当地的食材 比如说有机高丽菜 也可以放一些蔬菜 或者是放一些苹果啊 我今天我做的是有加入板条 客家的板条 因为这样吃起来才有饱足感 当地产什么就加什么 莫菊手卷完全符合吃当季 当地的理念 有机的蔬菜 也让我们的味蕾充满最自然的风味 吃当地就是吃当季 就是我们做任何植物栽种的话 就是要适合当地的土质 适合当地的气候来做这个栽种 这样子植栽它本身 农作物它本身会比较强壮 也比较好吃 那最好就是说当地生产 当地消费 这样就吃到最新鲜又最合理的价钱 您看过电影中记录流浪动物的十二页 里面的真实情况吗 这里有一场活动 让孩子对生命有了另一种新的体悟 动物的处境 透过动画让孩子看得入迷 这是一场动物平权促进会所举办的活动 希望让孩子同理动物们的心情 其实我们的亲子营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的 那个同理心跟爱心 我想要请问一下各位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同伴动物 为什么要叫同伴动物 动物的同伴 动物的同伴 动物的同伴是谁 人为什么人也可以做它怎么办 比如说可以做什么 关心它 我关心它 喂它吃东西 我肌瓶都起来 怎么那么会这样 孩子们的踊跃发言 讨论起动物和人的关系 老师的细心引导 让孩子自我挖掘 动物和人的关系 你跟爸爸把它抛来抛去 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在小时候这样 那其实今天来这个活动 就是小朋友反应超乎我想象的热烈 对 就是大家都很有 其实观念都很好 然后也都会知道 知识动物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觉得其实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然后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 就是会推广的会更有效 更快速这样子 觉得不要就随便去养猫 然后就不要乱捉它们了 然后就让它们在大自然 OK 好 谢谢 当动物成为你们的同伴动物的时候 就是成为家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照顾它 不只是照顾它 而是爱 爱也很重要 还有跟动物的一些情感 动物平权促进会的 动物守护亲子营 特别在午餐的时刻 安排蔬食便当 这个小坚持又与爱动物 有什么关联呢 当你真心把动物视为朋友 你就不忍心吃动物 今天的午餐 动品会特别安排蔬食餐点 让孩子和家长了解 原来吃蔬食和动物之间 其实有大有关系 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从来想都没想过说 吃蔬食跟动物保护 是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可是只是一想 对啊 如果我们要吃 吃荤的话 其实就要牺牲动物的生命嘛 然后好像有那么一点关系 因为我觉得如果吃荤的话 就必须要牺牲那些动物的生命 可是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食欲 所以就把他们杀了 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太公平 有接受过动物保护教育的孩子 他们的整个慈悲性会非常的强烈 那包括他们也会去同情餐桌上的动物 包括鸡鸭牛羊这样子 那其实这整个都是那种 所谓慈悲饮食的一款这样子 慈悲饮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良善 为让孩子更了解被弃养动物的现况 必须能来到台北市动物之家 这一期收工所它不是12天 工作人员跟受医会评估 如果并没有那么重 他们会尽量医治 对 然后所以有的可能住到半年 那只是说比较糟糕就是 如果大家一直丢 一直去弃养或者一直通报 他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他就开始挑狗安乐 还是有这个现实面 带他们去收工所 公私利收工所 让他们实际上感受 感受一下的时候 流浪动物是怎么来的 不是停留在比较空想 或者是停留在比较虚幻的一个阶段 甚至能够让他们好好考量说 当他们想要接纳一只动物 也就是狗跟猫 成为自己的家人的时候 他们应该去准备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在无约的时候 我们经过任养 我们有一只小狗 那其实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再加上 其实我儿子一直对动物这个 议题很有兴趣 像我们在家里常常看Discovery 因为动物兴趣看不到 那他也有志愿 想要从事这个工作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可以让他更促进他 去对动物的一些认识 不只是猫跟狗 或者是说一些现在一些动物的处境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藉由这样的课程 让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走入第一线让孩子的内心产生对动物的同理心 期待着孩子们能够更尊重动物 并且学习爱护它就不要遗弃它 因为其实来到这边的动物 他们都有一个故事 比如这一只是被遗弃的 这一只因为怀孕就被送来这里 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反对等等 来到这里 然后小朋友看到会觉得 我们以后不要因为动物老了 就移起来动物之家这样 那这些受难的故事就是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题材 我觉得他们虽然很可怜被送到这里 但是希望他们会遇到好主人 把他们领养走 经过了一天的亲身走访与舒适教育 无论是孩子或是家长 他们的心中默默种下一颗 关于慈悲也关于爱的种子 今天的节目 不管是介绍舒适便当 动物体验营 还是使用天然植物当绿肥 其实都是告诉大家 大自然拥有无尽的资源 不一定要牺牲生命 才能够吃到健康的食物 而且培养慈悲心 可以从小就建立起 小改变就能够让这个世界 越来越美好 苏果生活质告诉您舒适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